上網說最適合做護士的MBTI就是 現在問問了我身邊同學 他們竟然傳媒都是 哈囉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剛剛過了DSC放榜 有人問問我他適不適合獨護士 我很老實地 models 跟他掃尾默面 很難立刻答到他到底他適不適合 然後我想了一段時間 我綜合了以下幾點 如果你是上讀護士 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就可以看下去 首先我們可以說一下性格方面 是否適合做護士 如果你有做NBTI的話 上網就說最適合做護士的NBTI 就是ISFJ 我本身也不太相信 但我問了我身邊所有同學 他們竟然傳媒都是ISFJ 有人說德蘭修女和南丁格爾都是ISFJ 不過這個我有點保留 真心這麼多年前他們真的會玩NBTI嗎 那時候電腦也沒有 難道那時候是問卷這樣填 然後他就算到NBTI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有點保留 但如果你是有另一個人格 也不代表你不適合做護士 我的中學同學 他是臨床心理學家 他就覺得NBTI這件事 只是一些技術的東西 因為人類上太複雜 根本不可能將每一個人分為16種人格 所以NBTI其實只是一個參考 講完性格 我們就講一些辛苦的東西 第一就是你要預料作息不定時 可能你就會覺得 那就是上夜班和上早班 我早上下班也可以睡夠八個小時 其實每天都應該會有足夠的時間睡覺 只是上班每一天的時間不同 又真的那麼難嗎 那你就錯了 那如果你身邊有護士的朋友 你會經常聽到他們說 我今天又要回PA night 那究竟什麼是PA night 那P其實是代表PM 即是下午 A代表AM 即是早上 然後night 顧名思義 即是夜班 上班的時間 每間醫院都有點不同 因為有些正在走六天工作 有些正在走五天工作 那究竟PA night是怎樣回的呢 我們當今天是1月1號 如果1月1號開始回PA night的話 即是1月1號 你就是回到下午間 大概2點左右 然後回到晚上9點下班 然後1月2號 你就是回到早間 即是早上的大概6點半到7點左右 上班回到下午大概3點 然後就到1月2號同一個晚上 晚上8點多9點回到去 再回到1月3號的大概早上7點 P間下班再去更衣室換衣服 再搭車回家 因為香港其實沒有一間醫院在地鐵站上蓋 所以全部都要轉小巴到地鐵站 而小巴只有16個座位 所以早上班或下午上班 都會撞正探病時間 所以等小巴也是打完蛇餅 通常等兩三架就上車了 然後P間真正回到家時間 大概是10點多 這個時候你都會肚餓 你會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洗澡 吹頭 大概11點半 不過通常你都不會立刻睡 因為你全天都沒有按過電話 通常你都會忍不住 看一會電話才睡 到第二天回到6點多 預算時間去更衣室換衣服 然後再回到病房 而且通常這個時間 都很多人在等升降機 因為大家都趕著上班 所以我大概要6點回到醫院 早上一程我通常都會搭的士 所以就可以5點半到出門 即是要5點鐘起床 如果你前一晚回到家 吃完東西 洗完澡 吹完頭 然後11點半馬上睡著 不玩電話的話 即是你可以睡5個半鐘 然後到下午大概3點多下班 這個時候你就要去吃午餐 因為其實每一間 只有一個公司的休息 因為早上6點多回到 其實你沒有時間吃早餐 所以通常朝早間的休息 都是一個早餐休息 直到3點都是沒有休息的 有時候如果病房真的有空 你可以去茶房咬個包 但這件事不一定可以給你 因為通常病房都忙 如果忙的話 真的沒時間吃東西 你也沒得完 吃完午餐 坐車回家 大概5點鐘左右 然後你可以洗澡 吹頭 然後睡個硬覺 準備晚上再上班 通常洗完澡 吹完頭 大概5點半左右 睡到大概7點鐘 晚上7點便要起床 即是睡到一個半鐘 起床便要吃晚餐 準備坐車上班 回家後 早上回家便可以真正睡覺 早上7點下班 通常會吃早餐 回家又是洗澡 吹頭 洗澡的次數多得像正香一樣喜歡洗澡 為什麼每次大雄開除耳門 去找正香的時候 正香也是在洗澡呢 正香曾經說過 如果一天不洗三次洗澡 就會覺得周身不醉 大概早上9點 但通常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你回完夜班 或者第二天真的要認真溫習 樓上樓下都一定會裝修 你媽媽一定會吸塵 網購的東西通常都會送到 通常我會不讓自己睡多過下午12點 因為你第二天都要上班 所以我要教我自己的生理時鐘 如果你這一天睡得太晚 你第二天起床便會很辛苦 所以PA night 三天加起來 就是五個半鐘加一個半鐘 加三個鐘 大概睡到十個鐘左右 有人都會說 護士不是有宿舍睡嗎 為什麼你不睡 我以前做學生 我是會睡護士宿舍 因為真的會省很多時間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 如果我完全沒有離開過工作環境 我心態上好像完全沒有放過工 再加上我現在養了一隻狗 我真的很想抱著一隻狗睡 以前學生出實習沒有錢 所以我就會睡護士宿舍 但現在上班有人工 我就會拿些人工去搭的士 可以回家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而且要陪家人和陪狗 另外也有人說 醫院不是有職員停車場嗎 為什麼你不開車上班 其實職員停車場 是給所有職員一起用的 即是有院長 醫生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方舍治療 言語治療 護士長 護士 文員 保健員 活動助理 保安 即是給全部人一起用 當然了 你申請停車場 就是看職位 最高級當然是院長 接著是醫生 排到護士的位置 應該只有經理或高級護士長 才有得拍車 第二樣 就是很多節日的靜日 你都有可能要上班 例如平安夜 聖誕節 年三十晚 團年飯 初一二三 這些都是比較多人欠放假的日子 而且新入職的你 通常都要養給一些 senior一點的護士長 和護士 因為他們通常都有小朋友 要放大假 和小朋友去旅行 他們放的大假 要遷就學校的假期 所以其實都很多年 沒有正一的節日 去和家人慶祝 不過其實我自己沒有所謂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 是我生日那天 不用上班 我也不介意聖誕新年 要上班 還有很幸運的是 我的病房的老闆 他很好人 所以他會確保 他知道我那幾天一定不想上班 他通常都會配合給我 我知道他應該不會看這段影片 但如果我有舊同事在看 麻煩你跟他說 他真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第三樣 你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是回星期一至五的朝九晚五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 約星期五晚吃飯 喝東西 Happy Friday 但你要記住 護士的生活 是沒有Friday night 沒有回完五日工 吃飯 慶祝一下這種心態 所以每次朋友約我吃飯 我們都要做一個月約 譬如我知道 有個朋友 接下來下個月生日的話 我就會早些拿定那天 假不上班 或者我會要求回早 讓我晚上可以去吃飯 很幸運就是我的中學同學 其中一個是醫生 所以他們都會遷就我們兩個時間 才再約吃飯 如果有我的中學同學 或者有我的朋友 在看這段影片 很感謝你們 一直都會遷就我的時間 約我吃飯 第四 就是護士 其實真的是一個厭惡性的工作 要幫病人換片 如果他有做口 你要幫他放屎 有時候要幫病人洗傷口 有時候傷口會看到骨 還有機會有腐肉 那股味大概就是 街市你會看到地上有些肉 放在那裡不要 然後有一群烏羽生 類似是那股味 我記得有一次我幫病人洗澡 然後病人是來驚奇的 然後我是第一次聞到 第二個人的驚奇 即驚血味 那一刻我沒有覺得很噁心 但我覺得那種感覺有點神奇 因為 從來都沒有聞過這個驚奇 然後我也有試過有一個抑鬱症的病人 他半年都沒有洗過 然後他整個頭都是塞 幫他洗澡的時候 就要用一把脈齒梳 去塞回他的塞出來 還有 塞這個字是有點神奇的 很多人一聽到這個字 就會覺得全身都有點癢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 你有沒有突然覺得 瘦瘦瘦瘦瘦 或者我現在這裡也有點癢 通常聽到就覺得有點癢 最後很多人都說護士是鐵飯碗 每一年都會升職加薪 經濟不好 或者有疫情的時候 都不需要那麼擔心沒有了份工 但其實我做了幾年 剛好就預證了社會運動和疫情 政府就說警察可以加薪 但政府又說了 經濟不好 所以全部護士都要動身兩年 所以我那時候是動身了兩年 有人又會說 疫情的時候 政府有給你酒店住 你不說 但其實政府不是每一個醫護人員 都有提供酒店住宿 如果你的病房 不是超過一半的人 中COVID的話 你的病房就不算是一個隔離病房 所以你是沒有資格申請這個酒店住宿 到最後你就要問自己 為什麼你想做護士 如果你是以移民為目的 去選擇護士這個職業的話 你可能會過得很辛苦 因為護士始終有一定的責任和壓力 如果你沒有熱誠的話 你很難堅持下去 還有再加上 每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都經常變 到一個護士課程要五年 而五年真的可以有很多改變 可能五個月都已經會有改變 所以沒有人擔保到在五年之後 護士還是像現在一樣 是一個相當容易移民的一個職業 當然啦 做護士是很有成就感的 每一次見到病人 情況有好轉我都會很開心 但是我認為職業無分貴賤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貪人功高而入行 如果聽到這裡 你還是決定了一個護士的話 歡迎你加入這個家庭 香港的醫護好需要你 好多謝你們看到最後 還有希望解答到你們問題 亦都希望你們入到你們想入的科 喜歡的話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